欢迎回到新现场 极端气候频频发生 而全球暖化所带来的危机迫在眉睫 为此追求永续绿能来达到精灵碳牌 现在已经是全球共事 台北市府日前举办的是 台北永续行动高峰论坛 主要就针对了能源 气候和环境的相关议题 和企业来交流 同时也举办了互动的特展等等 扩大民众参与 因应全球2050年达到精灵碳牌的目标 台北市日前一连三天 举办2022台北永续行动高峰论坛 邀请法国荷兰在台代表与会 吸取国外经验 同时也有50家企业参与 促进产业交流 去年那个Cup26 我们都大概知道 这个所谓2050年渐渐碳牌放 大概逃不掉了 既然世界各国都已经决定了 坦白讲 台湾终究在国际上 我们还不是一个主导的国家 既然欧美日这种强国 已经决定了2050年渐渐碳牌放 台湾是我们可以说 我们不出口观光旅游 但是我们不可能不外销 当你要外销的时候 面对人家看关税这个东西 其实转型最快是从都市开始转型 为什么从都市开始转型 因为都市所有全世界的人口 大部分都集中在都市 台湾也是一样 他相信80%人口在都市 所有的经济的产值也在都市 所有的污染的来源也在都市 台北市作为首都节能政策也跑在其他县市之前 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以定下2030减碳40%的目标 而北市府也表示 若要成功达标 光是节能还不够 还要资源循环再利用 论坛期间同时举办互动特展 有回收布料做成的牛仔服饰等等 各式各样的循环商品 开创绿色经济的商机 在城市例行节能的过程中 如何让全民有感一起行动最是关键 唯有政府、企业、社会大众共同努力 才能落实减碳的目标 人间卫视吴志恒业余营台北采访报导